病毛都沒有 就沒有病毛 女生本來就很少啊 不會現在很流行 楊過懶你沒發現嗎 就懶這兩條 那如果沒有病毛 然後沒有眉毛 然後頭髮很少 不長於未聞 就笑起來都沒有聞路 他也會很容易萬年單身 因為他一點都不想要 喔他想問的是 有一些女生或是有些男生 他們就覺得 交不到男朋友 很想趕快脫單啊 有沒有哪一些人的面相 你就設定要單身一輩子 有 真的有這種人啊 應該說他不是住掉單身 住掉單身很多原因 但我們把這個原因拆開來分解 為什麼他會這樣 好 其實面相上的確是有所謂的 孤相 那孤相不一定等於單身啦 只是在現代這些面相 容易等於單身 那第一個是 額頭太高 就是他的額頭超過四根手指以上 他可以來找我 女生啦 男生不會 女生額頭太高 女生額頭如果太高 對對對 然後他就超過四根手指以上 容易萬年單身 因為他太聰明 他找不到心靈交流的對象 他找不到五根手指頭 對你剛開的那個條件 第一個就掛了 對 他五根手指頭只有去找高加索人 對 漢人一般很難啊 那他就是非常難以心靈交流 所以他就很難進到那個狀態 那第二個是 可能萬年單是什麼 就是 鼻子超級高 又沒有長肉 就是三根超級高 像高到像老外一樣 可是 他是這個漢人 你現在講的女生感覺是個妹子耶 就是感覺是漂亮的 那你想像是因為三根通常很高很漂亮 他也可以其他長得不好看 哈哈哈 好怕 不會他通常 如果他越漂亮 越有可能單 哦 就他這個超級高又長得很美 他一定會單到炸 原因是因為 他的這個氣勢非常強 然後他又夠漂亮 所以他知道 他會非常非常自信 我好像有一個這樣的人耶 他就會覺得為什麼我要取舊 對 而且他非常自我 這樣的人他超不想理別人 對 所以他就會覺得你對我好是應該的 但有些男生就會覺得 哇好見鬼了 對 大小姐 對 那就是超級高 會有這個類型 這兩個類型是最準 第三種是什麼 到了一個年紀 就是他臉上毛髮很少 眉毛很淡 頭髮很少 然後整個人看起來臉很乾淨 然後也沒有什麼血色 然後 病毛 病毛都沒有 就沒有病毛 女生本來就很少啊 不會現在很流行 楊過懶你沒發現嗎 就懶這兩條 那如果沒有病毛 然後沒有眉毛 然後頭髮很少 不長於未聞 就笑起來都沒有聞路這種 他也會很容易萬年單 是因為他一點都不想要 哦 他自己也不想要 他完全沒有想要 面向上是這樣看 了解 那如果從首相上也可以看 是如果他的這個 這感情線 左手還是右手 都可以 兩隻手 因為他差不多 應該說感情線太短 就是他不到中指 最上面只要是感情線 不到中指 你怎麼那麼長 對 我這個人情感很豐沛啊 我以拯救世界為己 就是這個線如果很 不要勒 你想看喔 不要勒 那他就會 就會一直單 因為他對人 投入感情很難 他長得再漂亮 都會很一直單 所以主要是這樣 那男生呢 萬年單單的男生 就是首先 就是如果 大家比較刻板印象的是什麼 就穿格子襯衫 對阿宅 廢宅的定義 不是我個人是屬於廢宅系列的 所以男生太容易了 男生很容易單身 太容易萬年單了 對啊 一般來說 其實眼睛小的男生 就容易有一點萬年單 為什麼 眼睛小如果三根又不夠高 這種人就很 比較被動 那他很被動 他就很容易一直單 對啊 應該說他比較沒有那個桃花臉 是不是 比較不會有女生 他又不主動 然後他情緒又很忍耐 所以他就會很容易單 我覺得現在來說 其實跟有沒有錢也沒關啦 就是他如果眼睛很小 鼻子又不高 那整個人看起來就是沒有氣勢 那這樣的人就容易萬年單 這不就是你剛說那個富二代臉嗎 就是額頭高下巴大 他不一定額頭高 他可能額頭很窄 大部分都不是富二代嘛 他其實全部的缺點 所以就是 對就是家裡面很一般 他又沒有什麼動力 性格又謹慎 應該這樣講 不那麼大方 那他就很容易單身啊 針對面相如果想要改善的話 整形是有用的嗎 其實整個性比較有用 對啊 因為你整形只是 我們講人的命運是 別人看你跟你的對應嘛 那你整形可以得到一時之間 別人對你的判斷 但事實上你怎麼feedback 還是那樣啊 他們就譬如說 如果你從小就正 跟你長大好才整形變正 其實你那個心態是完全不一樣的 如果你從小就正 其實不容易被渣男騙 因為你太習慣 從小被騙到大 但是你以後長大好才正 你就很容易被渣男騙啊 因為你覺得 他對我是真心的 對 另外一個是自信不一樣 從小就正的人 他的自信心跟長大好才整 你整的變正 你不會自己真的沒有那麼有自信 對對對 你內心還是會很膽缺 他們講男生18歲的時候 決定的男生是不是對愛情有自信 如果你18歲的時候是沒有人喜歡你的 你長大後也不會覺得大家都會喜歡你 他們說雄性生物的特性 是這樣很有趣 然後說如果男生18歲的時候是萬人迷 他就算長大或他再窮都覺得自己是萬人迷 他覺得他自己很帥 對 他內心就會覺得就是會喜歡上我 對耶 所以心態其實很重要 這麼適合 沒錯 走 沒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